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号下午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是党中央把握强国强军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 新要求 着眼于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更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的战略部署 贯彻落实好这一部署 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加快把我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统一思想认识 强化使命担当 狠抓工作落实 努力开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新局面 会上来自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刘泽金代表 来自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饶文敏代表 来自国防动员系统的王洪宇代表 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唐林辉代表 来自陆军的晚金阳代表 来自海军的王亚如代表依次发言 就国家实验室建设 国防科技工业能力建设 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建设 国家储备建设 边海房工作 全民国防教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认真听取每位代表的发言 不时同他们互动交流 在六位代表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重点围绕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提出要求 他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关键是要在一体化上下功夫 实现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 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加强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 战略资源 一体整合 战略力量 一体运用 系统提升我国应对战略风险 维护战略利益 实现战略目的的整体实力 习近平指出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复杂系统工程 要统筹全局突出重点 以重点突破 带动整体推进 要深化科技协同创新 建设好 管理好 运用好国家实验室 距离加强自主创新 原始创新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要加快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 谋取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要强化国防科技工业服务强军盛战导向 优化体系布局 创新发展模式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要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建设 善于算大账 综合账 长远账 提高共建共用共享水平 要加快构建大国储备体系 提升国家储备 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必须向改革创新要动力 这些年 各有关方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协力推进有关重大改革 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要坚持问题导向 持续优化体制机制 完善政策制度 形成各司其职 紧密协作 规范有序的工作格局 更好推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延安双雍运动80周年 要弘扬雍正爱民 雍军优属光荣传统 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 热爱国防 建设国防 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 会前 习近平亲切接见 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代表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 刘震丽 苗华 张生民参加会议 停 your music 未经论 中央军委副主席 明日